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到蔣君 然後看到印度呢 現在這個媒體報導說 可能是被福建艦給燒到了 好 被刺激到了 印度防長表示 印度很快要開始建造第三艘的航母 印度的歐亞時報5月16號報導 印度航空母艦的擴充計畫 就是針對大陸而來 那麼在這個報導表示 印度就是換上了一個 中國型微野型的妄想症 印度首艘的國廠航母 維克蘭特號排水量只有4.5萬噸 這是在從2009年 在柯青造船廠安放龍骨拖到 2021年的8月份 才進行了首次的海事 講到三哥 大家又有笑話聽了 這個第三艘航母 其實它現在來講 第一艘航母叫超智王號 它是蘇聯送給它的 蘇聯解體的時候 說我這艘航空母艦 我送給你 結果三哥一聽 哇太高興了 居然可以零元夠 但是俄羅斯有跟它開個條件 說後續的船上面有些東西要修理 所以你出錢 三哥想說那很划算 我只是後續的維修 對不對 這個論金買我都很划算 論金送我都很划算 結果你知道 這個一個大的錢坑 這個印度來講 後來付了多少錢 再把這艘船完工 23.5億美元 所以說三哥那時候就被俄羅斯坑了 這個洞很大 很大 然後這條船問題是拖回去以後 結果發現這個印度很高興 就開始四航 這個四航出去把馬力開到最大 結果八個鍋爐炸了七個 然後船就突然開回來 那三哥當然不死心啊 他覺得說我是印度洋 是我印度的洋 所以他準備自己建 上次被俄羅斯坑了 這次來講我自己建 就是維特蘭德號這個造 他總共造了35年 才把維特蘭德 就是你剛剛講的 維特蘭德號 他從這個 從開始計畫一直到完工 總共花了35年 35年 35年完工以後那不得了 對不對 再開始四航 然後其他我都不講 他光下水給你就三次 為什麼下水給你三次 因為他在船屋裡面 造一半以後 這個船屋人家要用嘛 船廠 我不能老是你站在這邊 你這個裝備也沒到 那個裝備也沒到 你就要離開我 我要坐別的船 他就舉行下水典禮 結果那條船 只有一半就下水典禮了 下水典禮完 等到別的船再好 他再把這個半截的航空母艦 再拖回去再繼續造後半截 所以拖拖拉拉拉 總共拖了35年 造完以後就很不幸的 在2018年發生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馬上就爆炸 死了5個人 他什麼爆炸來 大便爆炸 200噸 就是那個沒有處理 人體的排泄物他沒有處理 堆積了200萬噸 200萬噸以後那有朝氣嘛 船就整個炸開來了 這個是維特蘭德號的故事 真的不是故事 是真的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他海軍的數字 然後你看現在維特蘭德號 你如果看他的話鏡頭就知道 他這套船上面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這個艦載機 你航空母艦一定要有艦載機嘛 那他艦載機原來你看 我們大家看這個影片上面沒有飛機的 為什麼沒有飛機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他自己設計的光輝戰機 上不了這套軍艦 上不去 因為他那個翅膀太寬了 他那個身樣很激來講 他的這個設計 他自己的設計 他自己的設計 就現在來講馬克宏就很高興 我替你量身訂做 我賣你標封戰機 但標封戰機上去以後 可能還沒辦法飛 為什麼呢 因為維特蘭德號 你看他航行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動作 就是會點頭 我們叫磕頭 他船上下會這樣搖 他設計的整個平衡感不對 那航空母艦你這樣上下 我問你你飛機怎麼放飛 有點波浪你就會磕頭 我們這個一般講術語叫磕頭 會上下點頭 那這種狀況下 你飛機就沒辦法起飛嗎 所以航空母艦 光一個設計造型 你就不是那麼穩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可以比照一下 福特號在四航的時候那個鏡頭 你會發現福特號四航的時候 船非常的穩 你航空母艦必須要這麼穩的狀況下 你飛機才能夠放飛 第二個福建號還有一個特色 大家注意看 他沒有什麼船尾沒什麼波浪 所以他是很穩的 他船開得很快 後面波浪不大 這是他的一種 就是表示他這個動力推進 這個全電推進的系統 應該是已經上建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這個印度三哥來講的話 他現在第一艘船船 航空母艦 這個燒了八個波爐 第二艘這個爆炸 2018年的時候爆炸 到現在為止 軍艦 航空母艦上面還沒有飛機 所以他現在開始就野心很大 準備要造第三艘製造的 我有看到這個新聞 他不但要造第三艘航空母艦 他不但要比造中國 他要超越中國 對不對 你這個福特號八萬噸 我準備要造十萬噸的 比福特級還要大 而且要電磁彈射 還有隱身性能 所有高科技黑科技 全部要融為一身 我覺得後果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全世界的軍迷 就等著大家再有一些話題可以聊 有些笑話可以談 不可思議發生 對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對不對 可以有一些笑話 可以再聊一聊 三哥的軍武笑話 對 那麼再來看到 剛剛提到俄物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俄物戰爭 導致了巴基斯坦 跟大陸合作的 這個消融戰機發動機 來源受阻了 所以現在巴基斯坦 要加碼跟大陸訂購 殲10C10架 那麼也使得 現在的機隊總數來到了50架 至於五代機的採購 八國也希望在2029年 能夠來獲得首批的殲31 好 請教亮哥 殲31大陸會賣嗎 還不知道 這個 不 真到50架太少了 飛機訂單至少都要到1000架以上 不然它的生產的效能出不來 這個就好像C919 它在國內訂單已經拿到1000多架 它還是不斷地在找訂單 中國大陸 這個是它的問題沒有錯 就是有一些國家會受到阻力 對 因為G9市場本來就是各有地盤 尤其是美國 像中東 美國就會去阻止 所以就會導致你本來可能已經 躺好了訂單又被阻斷 對 所以 這個是中國自己要克服的問題 這沒有辦法 就是基本上這個是跟你的政治力量 到達什麼程度 那對方的軍售政策就會隨著調整 那你現在在中東的力量就是還不夠大 事實上 中國大陸在中東並沒有駐軍啊 你也沒有軍事基地啊 那吉普提示在非洲耶 那美國在中東到處都是軍事基地啊 而且還包括CIA啊 整個情報都是 他在負責提供 給這個阿拉伯世界的有錢國家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難度相當高啦 這個 所以林子仁說一國算一國啦 就這樣啦 是 所以這個有難度 巴基斯坦是鐵桿啊 可是這樣的國家不多啦 對 真的不多啦 是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 德國專利招元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瓣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a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咯